屏東高樹鄉 一名男子不滿被提醒要戴上口罩 竟然攻擊女店員 導致女店員雙眼重傷 還得要開刀救治 居民反映 男子的精神不穩定 是地方上的頭痛人物 而事件發生之後 縣長潘孟安的臉書 湧入大量留言要求究責 他也出面致歉 說會請醫院審慎評估 朝向長期收治男子來處理 衝入收音臺 男子勒住女店員的脖子 攻擊他雙眼 導致女子眼睛鼻樑 嚴重受創得開刀救治 事情發生在二十六號上午八點多 屏東高樹這間超商 當時只有女店員顧店 男子被提醒要戴口罩 就出手攻擊女店員 居民說男子情緒不穩 常無故傷人 淋裡間至少六個人受傷過 當地村長說男子精神不穩 雖然有就醫 回來沒多久 又出現傷人舉動 讓居民很困擾 精神科醫師表示 男子過去有穩定治療 但近來因母親年脈 無力看顧 本身服藥順從性也不好 建議家人讓他接受長期治療 才不會中斷療程 女店員配合防疫政策 卻被嚴重傷害 縣長潘孟安的臉書 湧入大量留言 要求他改善治安 潘孟安出面致歉 表示因社會安全網的漏施 讓女店員被攻擊相當遺憾 會深切檢討社會安全網的補強 並跟中央衛福部 討論強化法令 至於女店員傷勢 家屬透露雙眼已動完刀 後續還得觀察 視力會不會受影響 記者王庭陳顯坤屏東報導